因为我在校成绩比较差 就只有六十几% 然后就去的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 没有打得特别好 侃侃而谈 申请上台大医学系过程 只不过他尽是冒名的 当初没有预估过自己会录取 就觉得一半一半吧 但已经有做好时刻有准备了 悄悄受访过程中 一旁同学还在窃校 现中周一召开放榜记者会 但其中一名录取的赵同学 不想受访 在大家起哄下 这名周同学竟直接冒名顶替 接受平面采访 报道出来被截图放上PTT 写的旧四狂记者采访错学生 都不知道 周同学也说 因为赵同学要在教室打电玩 所以自己代替受访 引发一阵哗然 教方紧急出面道歉 因为不会每一位同学 我们的同仁都认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无误认为 他就是要接受采访的当事学生 学长谈谈书师 没有严谨确认身份 平面媒体也基于信任校方 因此采访报道导致遭到惩处 他跟这位原来要受跑的同学 还有其他旁边起哄的同学 都感觉非常懊悔 所以今天从早上到现在 这班包括刚刚我请导师来了解的 这班都是处于 这个气氛非常凝重的一个状态 校方强调未来将会辅导学生不当行为 周同学也在脸书写下 临时协议的行为目的是要让采访 有不同以往的知识回答 让周围的人看到一些新奇的事 造成负面影响 为我的行为承受压力或惩处的人道歉 只不过因为一个好玩而冒名受访 引发轩然大波 恐怕是周同学始料未及的事 记者叶志雄成为军区台北报道